男人正在车里吃跳跳糖 这时身后突然来了辆警车 眼看女警察越走越近 可男人却丝毫不紧张 女警走到车旁 却警惕地环顾四周 确认无人后直接坐上了车 只见男人从旁边拿出了一个袋子 里面是成捆的现金 原来女警利用植物质变勾结毒贩 她负责提供货品 毒贩负责分销 女警查案后发现钱数不对 毒贩说下次补上 但女警这样无法交差 就在两人争吵时 前面的山坡上正巧路过一个女人 发现两人行为怪异 女人立即停下来查看 并从背包里掏出了相机 与此同时 女警发现了毒贩藏在暗处的手机录音 毒贩见事情败露 直接将手上的面粉泼在了女警脸上 然后快速下车逃跑 碰怒了女警直接开枪将其射杀 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让山坡上的女人震惊不已 但她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录下女警藏尸的过程 就在女警处理好现场准备离开时 突然发现